欢迎收看一言新邦 我是散户的守护者丰盛老师 很高兴能够在3月6号的盘后时间 跟全国的投资大众来讲解 台湾股市你应该怎样才能够趋吉避凶 各位今天的台湾股市这样的一个上涨 你有没有比较开心一点 各位就像我跟你讲的 整个的一个盘市你到现阶段 你不开心的话是没有钱赚的 你不要跟我讲说老师 可是美国股市可能还是震荡 这一点我在昨天就已经跟你讲 但是从上礼拜四我就已经跟你讲 盘面上酝酿的很奇怪的现象 一直都被内支法人来抗跌住 各位你记不记得 所以说包括昨天的盘也一样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说 低点并没有破上礼拜五的低点 又酝酿了一次变盘的契机 结果等出来什么 等出来美国股市 在今天早上的收盘竟然大涨 那当然就一发不可收拾 台湾股市今天就变成开高走高 各位你记不记得来 上礼拜四3月1号 我就已经跟你讲什么 大盘开低走低啊 最低跌了105点 拉台了将近百点 这如果不是啊有心人士的一个策划 不然什么叫做拉台 各位是不是 3月1号上礼拜四3月份 第一个交易日 美国股市还在跌哦 但是台湾股市你看看每一天都给你变盘哦 控盘心态边多对不对 上礼拜五 一样开低震荡走低之后拉升上来 拉升了60点盘中拉升60点 尾盘跌了87点做收 你看一下k线 各位是不是 我当时跟你讲连续两天透露出不寻常的现象 你记不记得 上礼拜五外资还大卖155亿哦 三大法人卖157亿哦 但是我告诉你这盘面的现象 真的假不了 假的啊 真不了 各位你知道吗 到昨天来 开高震荡杀低 这很好的洗盘 你跟我讲说老师为什么 你看一下 昨天是开高震荡杀低嘛 照道理如果这个局要破的话 他就直接啊杀破前低就好了 但是昨天3月5号我跟你结什么盘 昨天的低点10642嘛 礼拜五的低点10638嘛 是不是没有破上礼拜五的低点 今日不破前低 持续第三天的玄机 各位是不是 那你回到今天的一个整体的盘前的讯息 来第一点 美国道琼收盘大涨336点 好来 机会出现了 各位是不是 今天开高震荡走高 收在最高 昨天洗盘 给你开高震荡之后 然后呢 收最低嘛 所以你昨天啊 该清的符合是不是全部清掉了 也就是你认为台湾股是不会涨的啦 你是不是昨天就全部跑光了 各位 所以昨天全部跑光了 低点竟然没有破礼拜五的低点 那是不是已经筹码干净了 对嘛 那你在遇到今天这个盘那一发不可收拾 来各位 开高震荡走高 拉抬了盘中拉抬了73点 各位是不是 来 整个玄机在上礼拜四3月1号 上礼拜五3月2号 还有呢 这礼拜一 3月5号 环环相扣123这三点 透露出今天的一个大涨的玄机 各位是不是 123今天一鼓作气啊 收复旧河山 各位 你记不记得 我昨天跟你讲什么 昨天3月5号是什么金子嘛 春雷乍响嘛 大地回春嘛 各位是不是大地回春嘛 那台湾股市是不是从这边开始要回春 你要好好的去想哦 刚刚盘后的一个讯息出现了一个 我认为又非常好的现象 各位 你知不知道昨天的外资还是卖了100亿 对不对 理论上今天的台湾股市就算涨了 外资要从转卖为买 心态也没有那么的积极 但是盘后的消息出来了 各位 外资竟然真的只卖为买 买了37亿 那这个高点就有办法去挑战看看 10937能不能过了 各位 你不要看错方向了 现阶段全市场最强的就是台股 你其他的包括美股 你都不用去想 美股就像我跟你讲的 他有一个两个投债 原则上他是弱势 各位 从3月1号上礼拜四 我就已经跟你讲美股他是弱势 所以说你看我讲完之后 美股是不是持续在往低点踹 各位是不是 那一直到昨天我跟你讲多方要加油 因为他这是一个变盘K线 各位 然后今天早上美股股市涨了336点 来 收在多少 24874点 我之前跟你讲的支撑点是24855 支撑破了之后变压力 昨天虽然回升上来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K棒啊 并不代表关键意味 为什么 因为亮说 代表追价买盘很少 所以说美国股市还是如同我在上礼拜四跟你介绍的 短线上不要出来乱就好了 那支法人 特定法人 公司派 认真的去拉抬股价 各位 这样你就会很高兴了啦 各位啊 你只要客观的分析在先 你主观的啊 来压对股票债后 这样你就有赚不完的钱了 这样就够了 你不要期望说那明天 会不会 美国股市再涨个500点 我也希望啊 但是不用去想那么好 各位因为美国股市就可能是区间的一个震荡了 因为他的一个雏形还是很脆弱 但是讲到了个股 我从上礼拜四就跟你讲 现阶段市场就两大主轴嘛 一个AI一个电动车 我跟你讲的每天都一样 你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个节目啊 看到啊 一些大型股不涨 或者全职股基优股不涨 全部都给你走偏门 全部都找 因为他每天要介绍涨停板嘛 他不能不走偏门 你今天看到这个大盘已经大涨了 结果啊 这些节目又突然间换到这些基优股 我也是看傻了啊 我也搞不清楚 投资朋友 你会不会笑出来啊 这些节目 每天都在追你的一个涨停板 结果现阶段看到这个盘式啊 那只法人要做多 赶快又切进来啊 所谓的一个基优股 我告诉你 人无两面材啊 这是赚不到钱的 各位 今天F4新 亮丽的涨停板 开高震荡之后 如果直接拉升到涨停 我今天如果直接跟你介绍F4新涨停板啊 那我就跟卖菜的一样啊 毫无一个让你跟随的价值 这种节目这种专业度啊 就糟蹋到了 我如果直接跟你讲说 这样涨停板就是没意义啊 很多节目为了要去沾上这一个边 又怕行情跑掉 今天跳出来包括最漂亮的是四星嘛 各位 大家老师跳出来都说有四星啊 我也看傻了 就像他们每天一定要涨停板才能上节目 可是丰盛不一样 盘好盘就是好盘不好盘就是不好 盘不好的时候我就跟你讲 你一定要怎样 你一定要也要选股票 就像我告诉你的 不对的时机你也要买到对的股票 因为你要等待嘛 见龙在田嘛 就会变飞龙在田嘛 等到现阶段对的时机 你原先就对了股票 你就一本万利 你看到今天的F4星 是不是一本万利 来各位 开高震荡之后 直接锁涨停 有没有比这一档更漂亮的 有啦有那一架涨停 但是你买不到啦 有啦 这一些股票我就不介绍 因为对你没帮助嘛 各位 从上礼拜四3月1号 这一档个股就开始在做引线了 F4星3661 这一档股票丰盛已经介绍不下 快两个月了 因为之前一大段40块 我完整的帮你来获利 这一波要做第二段的时候 我也邀请你来跟着我们啊 整个的一个什么 一个钻石精英班做第二波 今天来到136.5 涨停板 亮灯涨停板 历史新高价 我昨天怎么跟你解读的 来昨天这一根 成交量 我昨天跟你解读 3月5号嘛 新天亮会带出新天价 你今天看到新天价 来各位 你今天看到新天价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触 你好好的去想一下 这一个盘是不是你想象中的 那么的一个什么一个无味 各位 就像我告诉你的 你今天跟上丰盛号 我带领你做的就是丰盛概念股 丰盛概念股 会不会天天涨停 我告诉你 我做不到 我坦白告诉你 但是会不会持续 涨不停 我告诉你 我做得到 各位 也许明天四星没有涨停板了 你的老师又不会讲四星 为什么 因为不够号召力嘛 不够吸引力嘛 但是丰盛老师还是会讲 为什么 因为他会涨不停 各位 你知不知道 我的节目跟别的节目的差别在哪里 昨天 上礼拜四3月1号F四星 我当时就跟你讲 而且当时是怎样大盘跌100点 跌100点 我跟你讲 同样的思维先过125.5 再过132 上礼拜五3月2号 礼拜五 四星一样压下来119 我还是肯定的告诉你 AI族群的另一波的公式 就是要启动 我没有模拟两可的 昨天的四星开平震荡拉高 也是工长停板 我昨天跟你讲什么 我跟你解读这一根量 这一根量是18,698张的量 我跟你讲什么 第一点 题材性市场认同 AI嘛 第二个 本周的营收会来公布元月份的营收 第三个 这礼拜五的法说会 他是不是有利多可以期待 你可以好好的去做一个什么 一个联想 AI的族群 我挑两只 一只3443的创意 一只3661的四星 你今天看到四星这样亮丽的一个 涨停板 而且你看到整个的一个盘式 各位 开高震荡拉到最高 开高震荡收在最高 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翻版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触 我告诉你 还有很多漂亮的股票会一档 接着一档的一个什么 一个表示出来 表示什么出来 表示公司派要做多 表示那只法人不会去看美盘 不然的话 你 你还会去烦恼今天川普讲什么话 各位 那整个的一个公司的大忌 今年2018年 营收要暴增一倍两倍 包括今年要扩厂的计划 包括今年要对大 要对所有的一个股东 好好的一个什么 一个成长年的一个什么 一个规划 不就是全部泡水了吗 不可以这样 所以说美国股市 影响台湾股市的一个成分 从上礼拜四 就已经慢慢的一个萎缩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各位讲 这一些股票 丰盛都是持续来帮你 来做一个把关 像之前的一个市新 从90块开始起涨 我当时就推出来 散户的守护者 各位是不是 这样一档接一档的转不停 一天接一天的效不停 就是你要的股票 各位 你可以看一下 包括丰盛上电视前线百分百 也跟你讲AI ETF的指数 我也跟你讲世新 我非常强烈的看好 各位 今天世新不仅复制1597的值得 他还率先创下历史的一个新高 136.5元 我告诉你还没走完 简单的说就是还没走完 各位 包括张忠谋 也有讲台湾不要错过AI的商机 你有没有错过 我在那边跟各位说 包括电动车也一样 我跟你讲的康普 今天是不是大涨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各位讲 股市就像一个大海 你如果没有一个团队分析团队 一艘丰盛号 你怎么能够去 闪过大盘给你的三尊头 给你的M头 给你的特定利空 你闪不过去 你只要走丰盛概念股 这个唯一的行道 稳稳的去赚钱 这样就够了 我相信 整个的一个行情就像 整个内支法人一样 都已经挡不下来了 你今天也不要再去想说美股 今天晚上是要涨100点还是跌100点 是要涨300点还是跌300点 涨300点是很好了 但是跌300点也不用怕 为什么 因为内支法人已经进场来拉抬股价 所以我希望各位好好的一个把握 广告中的咨询 咨询专线 赶快进来丰盛号 让丰盛老师来帮你忙 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稍微回到下一段更精彩的一言星邦 欢迎回到一言星邦 昨天跟各位讲 昨天是节气的一个金石嘛 所以说春雷乍响啊 大地回春 凉风许许呀 好不快意 各位 你看到今天的台湾股市内支法人 这么的一个什么 一个团结一致 包括你看到老师啊 已经跟你讲四天的一个好股票 3661的一个市新 昨天盘中也涨停 今天也是拉到涨停板做收 再创历史的一个新天价 我相信投资朋友 你应该要快乐一点 你不要再去想说 那今天晚上美国总统 又要讲什么样无厘头的事情 那是美国他家的事情 就像我跟你讲 3月1号美国股市大跌 而且刚起跌 结果3月1号的台湾股市的K线 就开始出现了玄机 各位 你如果每天不静静夜夜的去盯这个盘 你去看整个这个架构 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样的布局啊 就像我告诉你的 你一定要戴上守护者的一个阳光啊 你财啊不会缺席嘛 获利不缺席 涨停板不缺席嘛 戴上守护者的阳光 让你的投资多彩多姿嘛 也就是我跟你讲的 你可以开心一点点啊 因为丰盛之道法人啊有动静了 那再加上我们啊 最不乐观的外资 今天竟然那么快的转卖为买 那我告诉各位 的的确确 这一些个股的行情 短线上不管有三成还是五成 我都会全速的帮你创造出来 那如果你首先啊 你想要知道丰盛的一个什么 一个所有的一个资讯的话 我也开放一个生活圈啊 来让你免费加入嘛 我每天是不是在节目上 都花一分钟的时间来告诉你 你可以免费加入蔡老师的 品封大中华证券投顾的生活圈 而且很简单 你只要在赖这边 按入加入好友 你把它按进去 然后呢在官方推荐这里 你把它按显示全部也要按一下哦 然后呢你就要键入 你要打这个两个字叫品封 一个放大镜这边 你把它打一个品封 不用大中华 品封就品封大中华证券投顾 only one就此一家 股市丰盛一言新邦 你按进去之后就会跑来这个页面 品封大中华证券投顾 股市丰盛一言新邦 你在这边按加入 你这样就有蔡老师的一个什么 一个保护伞 那保护伞能够干什么 保护伞就是能够开心一点点 不管获利 不管求知 不管怎样 精进 只要 你能够有守护者的相关资讯 我相信你的投资一定多采多支 就如同我在上礼拜四大盘 都在大跌嘛 一直到昨天还在跌 昨天还跌了53点嘛 但是我还是跟你讲两个主轴 AI跟什么电动车嘛 你刚刚看到AI3661的个世心 这么漂亮四天里面两天涨停 我不是跟你讲说什么 一买就涨停板 讲那些废话 各位 今天股票啊 你如果不去做研究 只是一天到晚看到盘中出现啊 量大 你就去追的话 我告诉你 你很容易啊 套在最高点 所以说你必须要全盘的一个研究 那怎么全盘的研究 你看守护者的节目 各位 当时啊12月份我就跟你讲 电动车无人车族群 我帮你整理出来了 我们就是会挑里面的个股来做 所以我们就挑啊 亚光 康普 还有核大 各位4739的康普 上礼拜四 也密集的跟你讲哦 今天的康普 你看一下 一样是押回来平盘这边收在最高 142 你记不记得康普 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我在这边先跟你讲 今天3月6号他再来一次 一次怎样 过高145 为什么 这跟你讲过了 有效K线 可以过这个145必然 那之前是什么样跟你说的 来3月1号上礼拜四康普 拉到142 好来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挑战高点不是梦 高点144.5 各位是不是3月1号哦 然后3月5号 3月2号上礼拜五 是不是大盘不好 康普押回来 我还是跟你讲没有问题 他是变盘讯号 昨天康普 创新高 做一个良性拉回 如预期再创新高即将挑战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在哪里 就是我跟你讲的148.5 那康普这档个股是电动车 锂电池方面全市场只有两只 一只4739的康普 另外一只是4721的 美琪玛 美琪玛这档个股就像啊 丰盛说的太多的一个什么 太多的线路都在做这一档股票 筹码很乱 你切进去 你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被人家到货 所以我跟你讲我挑的是康普 来带领我会员朋友来做 各位是不是 今天是不是一样 造就的一个大涨 这就是我跟你讲的 选好股不是每天啊在选 而是事先要选好 因为你选好股的一个什么 一个过程有这么多 你要事先去下功夫嘛 不然我怎么抓得到3661的四星 我怎么抓得到4739的一个康普 那你选完好股布局完之后 就像我跟你讲的 你选完好股 你也要投资的诀窍啊 各位 投资的诀窍就是巧方法加笨功夫啊 你跟我讲说老师为什么要笨功夫 你你仔细听哦 巧方法就是 把丰盛概念股经由老师的讯息 你定价买入 这就是巧方法 什么叫笨功夫 笨功夫就是要时间来让他发展 你今天一档股票有办法今天买之后 然后帮你马上赚五成吗 不可能吗 你还是要经过一天10% 两天10% 三天10% 而且是要什么样 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各位是不是 这个巧方法 加上笨功夫 才是散户获利的方程式 所以我在那边才会跟各位说 我这个节目是全市场独家验证性的节目 让散户看看天文 滋滋地理 然后实实在在赚到钱 你如果不对盘的话 我赶快啊 鼓励你弃暗投明 赶快迷途知返 你有其他老师错误的会期啊 我奖励你带枪投靠 我希望你下一档的丰盛概念股 你不要再错过 赶快进来我的钻石精英班 让老师来指导你 让你微笑发财获利999 就如同这个大盘一样 台积电 我们赚完了60块 我也没在讲台积电的坏话 为什么 因为我告诉你 他还是最强的股票 变盘K线 你记不记得上礼拜五 结果昨天大盘不好嘛 开高震荡走低嘛 台积电我还是告诉你嘛 他一样是好的股票 而且第三次出手 你不要错过掉 今天的台积电一样大涨 各位 今天的台积电 来到250 多头的王牌表现亮眼 但是同一时刻 我跟你讲的另外一档股票 一样也这样 一样也大涨 什么股票 2337的望虹 我昨天跟你说望虹的底部 破45块7冲破的话 就是波段涨势 今天一样大涨 2337的望虹 望虹今天那最高冲到434 收在429 一样是底部成立 营收也会灌进来 来暴冲 就是我跟你讲的 整个的一个族群性 就是要来选豪股的一个境界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各位说 AI我们能够选到 F43661 从礼拜四就这样一路跟你讲哦 各位 不管涨还是跌哦 不要一天到晚 你今天在节目上看的都是好的一面 那对你没有帮助 昨天就拉到涨停 各位 提材信全部都跟你说 今天开高震荡 收在涨停板 你要不要这样的股票 如果要的话 你赶快来跟我们做联系 亮灯掌停板 历史新高价 新天亮带出新天价 各位 这就是蔡老师的解盘 这就是蔡老师代理学员的一个获利 所以我希望各位好好把握 GoGoGo 物续年钻石精英班 让各位好好的微笑999 祝各位操盘顺利 明天的节目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但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因独立判断 闲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